我們昨天去到元朗工業村 一間處理小學飯盒的工場 工人正在將一袋袋的飯盒運上貨車 準備運到屯門垃圾堆填區 或環保回收場 連運輸工人都覺得很浪費 有飯盒供應商表示 業界都是看電視新聞才知道停貨的決定 根本來不及應變損失慘重 今次事件損失的情況 請給你們想… … 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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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… 感谢观看